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Quarrie Lake, Fremont,California 这个地方看到瑞士风光 你看到远方有雪山 然后中间的这个层次感非常明确 在中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绿山怀抱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近处 可以看到草坪 然后水 硅谷这个area比较干燥 大概每年从2月一直到10月 甚至到12月都不下雨 所以说呢 少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从12月到2月之间会有雨水 那么雨水以后 你们可以看到绿山怀抱的景色 看到就像那个山啊 都像有绿草坪覆盖了一样 但是呢 这种景色呢 就是很短很短 就是很维持不多久以后呢 因为这个没有雨水了以后 然后这些草就变成变黄色 然后后来呢 又变成金色 所以说呢 在夏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金色的这个山 青山 在这个春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山 它是一种多维的一种美色美景 就是说它除了有立体感 有层次感之外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时间 随着时间的不同 然后它的色彩进行变化 我们每个礼拜都到这个 Quarrie Lake来散步 这个是靠近这个最外边的一个小湖 好漂亮啊 我特别喜欢雨后雨过天青的这种蓝天白云 其实呢 沿着这个路过去以后 我们平时都是从那边摇 从这个路上过来 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小湖 那个岛上有很多的 树上有很多很多的鸟 我们都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鸟岛 但是今天呢 好像这个地方也被close了 可能都是那边 然后呢 经过这两个小湖 那边那个湖呢 就比较大一些 来过来看看 小孩儿冲着大水飘来 这里还有美丽盛开的花朵 好漂亮 湾区的气候真是得天独厚 正月初六 还有这么漂亮的花朵 这里还有成群的天鹅和鸭子 金色真美 真是有一点像蜂蜂的 这里摘了很多地方的水果 然后让大家来品尝 然后可以认识不同的水果 这里到水果可以接的时候呢 你可以品尝 但是不能够摘很多回家 但是你可以尝试每一种地方的水果 是什么样子 而且它这里有很多 就是不同世界各地 不同地区的这个水果 是呀 这几天下雨 爱怪真是睡着了 水都见长都 爱怪都到水 都到路边了 这次降雨量可真是大 今日的情况是 baggage 你就经历是一件梅 überhaupt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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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